大家觉得在两个人的交往中 我们应该怎么发现对方是不是爱自己 有什么办法能够准确的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把你爱到骨髓 其实细心的朋友们应该早已抓住爱情 所以这篇文章希望能够让你们发现自己 喜欢的对象是不是喜欢自己 小编认为女人是水座的 对于情感 她们往往都是温情 而又优如寡断 也许前一秒 她会决绝地告诉那个男人自己并不爱她 但是下一秒 她又会跑过来眼泪巴巴地请求复合 其实在这一段爱情中 女人如果有这几个表现 就已经爱你到深处了 别不懂 一 总是黏着你 女人是属猫的 她对于她爱的男人 会恨不得分分钟都想要靠在她的身边 因为爱一个人 所以就希望自己每一秒都与自己个人待在一起 但如果女人不爱一个男人呢 她会认清这段感情 男人可能会觉得女人只是矫情 只是一时间的心情不好 但其实不是的 如果女人总是连着一个男人 只能说明在她的世界里 你已经被她放在心底最深处了 二 开始习惯与你的相处 如果你发现女人对你已经没有逃避的举动 反而落落大方的习惯你在身边 你不要觉得不可思议 也不要觉得这个女人又开始戏惊起来 如果一个女人开始逃避 与一个男人的相处 最能说明的是 她已经对这份感情使心了 反而她是习惯你在身边 离不开与你相处的时光 这个时候说明她已经爱你了 三 对你的态度变得热情起来 男人要是发现女人对自己变得热情起来 说明你们的感情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女人若是不爱一个男人 那么她对于这个男人的态度是冷淡的 不会用真心去对待 但如果女人对一个男人开始热情起来 那说明她对于你们的感情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从心里已经接受你了 这时候你如果稍稍主动点 那么你将会得到她的心 所以她如果不爱你 态度肯定是冷淡的 热情起来的话 你自己要能细心观察 不要白白错过一份爱情 小编觉得有些人一旦错过了 就是一辈子不再主动联系 不愿打扰你的生活 连偶尔的寒暄都没有 成长就是这样的 不断的告别 不断的遇见 所以我们要抓住一切来自不易的幸福 别辜负任何一段感情 别让自己有遗憾 相信我们终会和对的人 幸福在未来的岁月里 不负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